你也有什么事 我给过你多少次机会 像丧家曲一样让夏南从陆家库赶出来 没有人要监督着四川 没有 他的病要是好了呢 我怎么才能把那个人引住 哎呀贺阳 只要先进贺阳 我们就一定能找到这块的主人 老夫人 我一定能买下贺阳 请你跟我试试 你个吃 你想办法把这个药让贺阳的吃 只要男人吃了这个药 风不雨当中 你能吃一块的药 还有你多喝 一瓶 能弄关 快点 我 你老是 听到谣 你老是 你老是 你是装的 我们是特战队 跟我玩小姐 你不够渴 你 你是装的 我可是特战队退下来的 你跟我玩小姐吧 小姑娘 你还不够格 说吧 你是谁 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身上怎么这么大 是 崔秦耀 够喊的呀 感受下神灸恶与恶爆啊 崔秦 你干嘛 你放开我 我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难道我是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牛蒙 你穿我衣服了 你 你 还想跑 你别管走 你别放开江湖 我做事情的 你也不能干吗 星 lar 你脱我衣服了 你吃成那个 不着急给你孔料 等着凉吗 小姓 你吗 好是旧年吗 不太好 我一届 你跟誰說 我供了儀也 你 想跑 這怎麼回事 你在中國 你一三中排 是你的關係嗎 不用你管 小 我 下午的事情 在你说清楚之前 你不许擦过 疼 忍着点 身上这么多伤 怎么不早点处理 你为什么这么疼 但凡一个有点删心的人 遇到这种情况 都不会不管你 看我明天还挺差的 你是第一个妥卤 别跟我装可怜 你来到底有什么目的 一亿三十百 是你 这个是因为我自己一见猝情 所以我才先打货奏 对不起 为什么打听这个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 多年前 我在树林里晕倒了 是他救了我 但是 我没有看到他的你 只看到他的身上 戴着一块1113胸牌 难道 的确在多年间救过一个人 难道 是他 长了这么多年 直到你出现了 大半夜摸进房间 对你的救命恩人下腰 小姐 麻烦你说谎 说得像样一点 我也是卑鄙无赖的 陆老夫人要把我嫁给安家 我是对你有情的 所以我才先斩后奏 对不起 嫁给安家那个家暴男 陆佳果然没个好东西 求求你 救救我吧 我被人党运送进了医院 醒来之后 牌子就不嫁了 等我你们陆佳来娶过两次 我只娶过一次呀 抱歉 这个事情 我不能答应 因为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更何况 这个胸牌 是别人送的 不是我救了你 别人送的 是谁 这个 暂时不能告诉 他是我最重要的人 那胸牌在哪 我可以看看吗 我被人党运送进了医院 醒来之后 牌子就不见了 难道 还有别人在调查胸牌的事 你给我你最爱的人送你的礼物 你很自责吧 不如这样 我帮你找回胸牌 你答应我带我去见我的正面恩人 可以吗 好 我答应你 谢谢哥哥 苏小姐 还有别人来取过贺阳体检报告吗 只有你们陆佳来取过两次 两次 或是取过一次呀 我调查了贺阳体检验室的身份 他要是知道 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利用他 第二次来的人叫陈霄 也是你陆下的人 陈霄 陆子诚的助理 他也在调查此事 我来取过报告这件事情 他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利用他 那可就勤功尽弃了 不过老夫人 我一直有个疑问 您为什么一定要 闯出当年的那个人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亲孙子的健康 你跟我来 就是 牺牲他一个人 贡献更多的人 这是 这是 当年紫辰 已经被医生判了死刑 我偏用了最静天的医疗团队 研制出的特效药 也只能延缓病情的发展 可是那晚之后 他的病情 彻底根治了 这怎么可能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于是呢 我就按换医疗团队 按中研究 最后从他的血液中 分析出的成分 研制成基地 可功效无限 但足以说明 这个人的血液很神奇 如果能找到他本人的话呢 他对研究的价值 不可顾虑 所以 你一定要找到他本人 就是为了做 实验的研究体验 牺牲他一个人 贡献更多的人 那是他的荣幸 这与夏娜娜吧 先静观其变吧 我说起来的时候 你不准怀疑是对的 所以 你就一直换掉那些药 伍